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流浪抢手 今天通过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几支一共有8支不同的自动手枪在设计时的表现 枪手最近又去了几次靶场 除了玩儿以外更是体验了一些新枪 在消遣享受的同时也是扶持心灵突发奇想 就是把每支枪射击的情形录一小的视频 然后放在一起 除了枪支本身以外 其他条件全部相同 最能出现各个枪支的性能 不敢说专业或者权威那都不招编辑 只是想通过对比 让大家心里有参照 大概了解不同的枪 在同样的情况下 射击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表现 也就是后座力 以及射击知识控制 需要多大的力量 为了展示的夸张一点 或者是看得清楚一些 特别准用了单手设计 也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 大家看看热闹有个比较 枪手就不算白忙 这是一支正规的1911 全港手枪 击随式激发 0.45HP死战 原汁原味的绅士风度经典 这是一支设计脚心的BRETA PX4 Storm 0.40口径 即随式激发 聚合物枪身的手枪 其旋转式B锁开所设计 使它狭耳闻名 这也是一支1911 全港手枪 击随式激发 而且细出名门 金箔产品 但是口径是9毫米 有点旁门左道的意思 但是非常的舒适 这是一支BRETA M9 之前美军用来替代1911的意大利品台 十足的大内高手 全港结构 既随式激发 口径也是9毫米 这是一支与大内高手对应的江湖英雄 捷克的CZ75 也是全港结构 既随式激发 9毫米口径 相当漂亮 这是一支德国造的HKVP9 聚合物枪身 9毫米手枪 既根式激发 枪身较轻 但是窩霸可调 所以可以把握得很舒适紧密 这是一支前苏联的380口径全港手枪 既随式激发 当时是为高级军官设计的 枪手称之为手枪中的波尔士维克 这是一支入格产品 LCE9 9毫米口径 聚合物枪身 激针式激发 打起来震动感比较强烈 这是枪手的一支口袋枪 配合枪手自己设计制作的口袋枪套 连平头百姓都有了一丝专业的味道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更希望对各位选择手枪有所帮助 再见